嗨,大家好,我是Kevin 最近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理财的书 还是没有改善生活 为什么我研究这么多股票 我还是没有达到财务自由呢 很简单啊 因为你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这东西你懂了 不管你工作上 或是感情上都可以运用自如的 生活上绝对大大改善很多啊 还是提醒大家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理财 自我提升 而慢慢达到财务自由的 如果你不想错过 你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干货吧 首先 你知道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吗 或许你会说 有有有 我看完了这本书 当下非常的有感觉 知道方法了 可是为什么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又回到原本的生活了呢 因为第一点 你一定要知道 你现在目标想要什么 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想要交女朋友 或者是其他的事项 你可以用纸笔写下来 我举个例子 我想要追一个女生 那我该怎么做呢 第一 你一定会去关注她 看她日常生活上 喜欢做什么事情 看她的IG 或是脸书 TikTok等等的 这形成了什么呢 关注 而我们可以称为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只会发生在你付出最多注意力的事情上 因为你想要去追这个女生 实际上你一定需要主动出击 你才有机会去追到她 若你不主动出击 难道这女生会主动跟你说 嗨 你可以当我男朋友吗 这几率是根本是微乎其微 你应该要去想 我要怎么跟这女生有话题可以聊天 然后找出 我跟这女生喜欢的兴趣 而更进一步了解双方才是 这时候 你还要去关注新闻上 鸡蛋是否涨价吗 还有鸡蛋买吗 根本不会 因为你专注在 我想要去追到我喜欢的女生 而思考我该如何去做 其他的事情根本与你无关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想要达成目标 应该是关注过程 而不是关注结果 如果只关注结果 过程没有进行 会有答案吗 当然是没有的 第二点 也是每个人身上都会遇到的事情 就是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一定会付出代价 若聚焦在于负面的情绪 你只会吸引更多负面的事情 持续发生 你是否有发生过被老板骂完之后 然后开始一整天工作都不是很顺利呢 因为老板给你负面 你也跟着负面下去了 但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你完全做到把助力放在自己的目标身上 你一定能避开负面情绪 当有人给你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可以转换思考去想 拜托我很忙业 哪有时间负面啊 我还是赶紧把工作做完 去追我喜欢的女生吧 而是不是这时候你已经把 当老板给你的负面能量消失了 我再举一个故事 会更简单没了 接下来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了 仔细听好了 有一天在期末考前 心理学家找来一群大学生 他们都是将于一周后参加考试的 然后将他们随机分成三组 第一组 请他们按照原本准备考试就可以了 第二组 请他们想象自己 何时何地准备功课的景象 第三组 请他们想象考完自己高分过关的景象 你可以猜猜看哪一组会拿到高分吗 答案很简单 就是第二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关注过程中 我要怎么把考试考好 如何把自己重要调整到 最佳状态来备战考试 但真正其中的差别 就是你专注目标实现的关键 如同案例中第三组的大学生们 如果一直关注自己想象高分 以为等待机会到了 就能成功 结果当然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想象自己在准备的过程 思考我该如何考满分 我遇到困难做题时 该怎么处理 关注过程 是可以对你的未来 带来巨大的帮助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注意力放在哪 才叫做正确 比方说我想要瘦个20公斤 你该做的不是想象已经瘦下20公斤的样子 而是要想象中 我要瘦下来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 我该怎么克服 如果想偷吃零食炸物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克服这个困难 还是我要找个健身教员来帮助我达到目标呢 再比方说你想要靠股票赚大钱 你该做的不是想象自己变成巴菲特 而是想象在股市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该怎么设停顺点 我获利多少该离开市场 以及各阶段该执行的流程 并且开始找出解决方法 这才是能够真正对你有帮助的 总结 在这本书经典的Secret 心想事成最实用的四招 第一招 所有心想事成的起点 就是采用吸引力法则运用到你的生活上 第二招 你的思维想法 会吸引类似的现实往你身上聚集而呈现出来 第三招 若聚焦在负面的情绪 你只会吸引更多负面的事情持续发生 第四招 如果你改成专注在正面的景象 你就能够实现愿望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秘密这本书 如何没有帮助 不要更有帮助 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给我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让生活上过得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而达到财务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姐妹们能够达到财务自由 好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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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